到闹成了这个地步嘛 他那种性格就让我特别受不了 就是他做什么事情 你看就刚刚的这个态度 他一点都不觉得他做错了 在生活当中做什么事情 他都是对的 我都是错的 就是从不低头是吧 因为从来都不会低头 就是包括对朋友 对同学 在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打球 打游戏 打游戏快要输了 立马就走了 你以为留下五个人在场上 斗鸡主呢 是不是 打麻将的是吧 然后打游戏一旦要输了 立马就把游戏退了 他同学考研考上了 请大家一起吃饭嘛 他立刻就不吃了 对 人家都不去 我不是不去 因为当时我同学考研呢 他叫的朋友都是属于考上研的 我就觉得我去了之后呢 我们交流的东西 它就不一样 我就觉得我没有去的必要 他们讨论了很多东西啊 跟我想的 它根本就是不在一个方面上 所以说我就没有去 我就给推掉了 我觉得我也没有去的必要 你们都考上了挺好的 我特别恭喜你们 那我觉得世人都有常处嘛 你以后虽然方向不一样 但是你学会人家的尝试 人家的好处不行吗 又不是说你以后未来 总是身边一直都是创业的人 那我觉得我有我自己 想去学的东西 我现在研究的东西呢 想去做的 它可以带给我想要的 又挺好的呀 我有我的规划 是 他不仅对朋友这个样子 你知道吗 他对我也是这个样子 就不管是我们吵架 你看刚刚 就包括刚刚刚 在台上他都 他就说一定要吵赢我 就我们冷战 一定要去 我先去服软 我啪啪啪跑到他跟前 认个吐儿 我错了 对不起 就来说我吵赢了 我离家出走了 他就觉得 你想听不懂 你就回来找我了 但是我觉得 我做的这一切 都为了去保护他 不不 你听懂他说的意思 是什么了吧 听懂了 啥意思 他就是觉得 我自己性格太固执 还有呢 最核心的是什么 我是女生 你要让着我 怎么回事啊 但是我是为了保护他呀 保护啥呀 人家离家出走 你说走吧 等你想清楚你就回来 这叫保护啊 还是挺喜欢的 是吧 其实也挺喜欢 这个性格 对吧 积极向上 总不是天天游手好闲 对吧 现在怎么样关系 现在 就是他最近 他的公司 就赚了点小钱嘛 然后他就开始 特别急功近利 就是觉得赚了点小钱 就开始赚大钱 我觉得公司 刚有一点起步 现在应该是趁热打铁 去坐起来 去坐大 然后呢 我们俩以后 我要考虑结婚 然后我想再给他一个好的婚礼 我们两个 我们的家庭 我就想先先来 转发 来 我们的家庭 不好意思 行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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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